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那这一题呢 其实要掌握的 就是什么 就是电流经过一圈 那它怎样呢 它的电压的消耗总和是0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看这一圈来说 GHBA 那这里是加8 那这里呢 减掉4倍的I1 跟减掉2倍的I2 这边会是0 那接着呢 看下面这一圈 这一圈的话呢 这里是10 那这里是4倍的I5 那这一个也是I6 所以是减掉I 4I5-5I6也是0 那接着我们这个就是看这个大圈的 大圈的部分呢 这里的话就是 10-5I 就是10加8 减掉4I1 跟5I6 也会是0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这四个节点 这四个节点 其实你只要看其中的三个就可以了 那我们也会得到 就是电流流进会等流出 就可以列出这三个关系 好 那现在这里有什么 有6个位置数 有6个方程式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反复的做一些加减销讯 那这里边的计算就真的是有点烦 因为6个真的要算有点耐心 反正一开始呢 就只要先把一个先算出来 就是把位置数 从6个变5个变4个 最后变成一个 好 变成一个之后呢 再逐一带回去 我们就会得到这所有的解 所以这里是I1跟I6 会是2 那这里是负2 其实它在讲的就是什么呢 其实这里面呢 它不会走这两条 电阻比较高的 它会绕外圈再走 好